強化98潛傷太多,主要是要打6億多 其實以前鑽石剛輸的時候傷害很高 這個等下開北瑞傷害應該差很多 開北瑞差太多了 我們自己看一下這個傷害 這個傷害真的太扯了 接下來是手敲水傷害吸收 手敲水傷害吸收 這個傷害根本是不同隊伍吧 你不說我還不知道這是同一個隊伍阿 我還沒開喔 我還沒開 給你面子好不好 做個效果阿 我現在要開阿 我現在不是要開了嗎 奇怪 平坎能不能打破 3億 結晶化 結晶化 OK 體感加強 五顆光 可以吧 剛剛是沒強化敵人吧 這什麼西郎瓜阿 你們聽的 很恐怖阿 是真的感覺 好 再來呢 我們要準備來到這個要打6億的地方了 準備好了嗎 其實開 其實光翡翠好像也行 只是翡翠還沒跳 打幾開起來 魚雞 魚雞 魚雞開起來是魚雞嗎 不管阿 管他什麼雞 先看一下這個版面的部分 我們紅綠燈 直接排起來 123456 好 165 可以 就這樣 傷害行不行 開了打幾 又開了翡翠 喔 沒問題 啊 沒問題 好接下來下一關 這一關的話呢 把你的藍寶石開起來 你的鑽石還在喔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是 一定打得死 搞完美的一個版面 欸 全消 厲害了吧 利不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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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是打幾阿 那個很新的阿 不便阿 打完就那隻排豬 當然這關 你帶打幾是更簡單阿 帶打幾更簡單 但是我只是想示範一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打幾 想說用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 平衡一點的配置 好這邊的話呢 防禦1500萬而已 所以就直接 把他帶走 開個這個 加個尊章這樣子 那就算你打不死他 他也打不死你 OK OK 血量的話是3億4千萬喔 OK 你是不是在反串 每個人幾乎都有打幾吧 好啦 不然你們就再打幾阿 就當我多心了 好不好 好